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丽颖太油腻 林耕心脸太老 被网友痛骂 老年人离开古偶 有了去年的长相思 观众对于古装剧的期待值明显变高了 但是古装爆款 往往很难兼具流量和口碑 哪怕是周迅、张子怡、周东宇 这样的电影及大咖下凡 都很难担得起一部剧的品质和口碑 因此拥有众多古装爆款剧的赵丽颖 几乎成为了一位观众很难拒绝的抗剧大花 尤其是在第20条风吹半下的转型做成功之后 与凤航这部剧到底有什么魅力 让赵丽颖种回古装圈 就更让观众好奇了 可惜,从与凤航的首播效果来看 这部剧成为爆款的几率不大 点开与凤航的豆瓣评论区就是网友的一致蜡评 实在看不下去中年古装 浮化到说是十年前的也不为过 不及格,老年人离开古装吧 两人加起来都快一百岁了 居然还在古装里谈恋爱 观众的争议点几乎都在赵丽颖和林更新的年龄和状态上 而与凤航这部剧的问题远不止如此 与凤航讲述的是女主沈黎 赵丽颖是何行止 林更新世之间的故事 剧情一开篇就是沈黎为了逃婚意外坠入人间 灵力尽失之后只能作为一只鸡被行止养在宅院里的故事 这样的情节套路 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香蜜沉沉浸如霜中都被用烂了 唯一的区别就是男女主的位置调换 说白了就是古偶模板性转后的效果 另外与凤航这部剧为了突出大女主搞事业的主线 再浮化到和配音上努力 仅靠事业封批的定位 结果做出来的特效和背景音乐和整部剧情节走向非常不搭 热血中二的背景音乐一出来 世界末日的氛围都来了 结果女主沈黎不过是逃个婚 两边混战但是彼此都心照不宣的不下死守 不仅如此 剧情里给主角设置的台词也很素期中二 大胆 居然敢俯视本王 本王可是文臣怕 武将静 别的男人离本王三步就开始哆嗦了 他竟然敢俯视本王 放肆 居然用这么点东西就打发了本王 可能与凤航的制作团队不了解 如今的赵丽颖自带大女主的标签 但以上这些中二的台词 全都在释放女主孩子气 幼稚的一面 在人设魅力上宇凤航显然没有拿出观众预期的效果 零二 特效如网游 浮化到太廉价了 宇凤航上线第一集就在质感上给了观众一些不好的信号 赵丽颖饰演的必仓王一身战甲 但这一身的质感却有种Cosplay的廉价感 赵丽颖本就娇小的身材 撑起这一身衣服就有种突兀感 搭配这种服装与凤航的特效画面 特别像是网游界面 尤其是在全景的时候 赵丽颖处于屏幕中央的样子 毫无实感 反而更有一种抠图绿幕感 赵丽颖整个人的姿态也很明显是吊着薇娅完成的 剧情后期 男女主终于换上了日常古装 两人的服装风格都比较清雅 但是衣服的质地却像是纹帐 版型设计看不出用心 与此前的丧藏风古袄相比 与凤航的古装造型 更宽松 臃肿 随意 放在正常古装剧里 赵丽颖和林更新穿着的一身衣服 顶多算是尘袍 而在与凤航里 两人就穿着这种质感的古装 演完了全程 即便是出现了以上种种问题 与凤航其实都可以勉强成为一部及格的古袄 但偏偏 这部剧找来了赵丽颖和林更新 03 女主油腻 男主太老 网友痛骂老年人离开古偶 与凤航里的赵丽颖 虽然状态不错 但其实年龄感难掩 再厚的抹皮滤镜 都抹不掉赵丽颖身上的熟腹感 不论她神情多么清澈 都不似花千古时期的她 那样灵气十足 脸上肉感的缺失 就已经让观众只能品到中年女人的韵味 在很多特写镜头里 赵丽颖的眼周都在暴露她的真实年纪 以这种状态眼中二大女主的结局 就是油腻 过火 至于凌更新 我实在是不理解连赵丽颖都用配音了 凌更新这位一张嘴就压不住东北味的演员 为什么不用配音 剧中 她故作深沉 故作优雅的每一句台词 都藏着东北大茶子的调调 不仅如此 凌更新都糊了这么久了 搭上了赵丽颖这位当红八十五花 为什么还是做不到管理身材 一滴头霜下巴就挤出来 一做大表情 脸上的肉就堆在一起 明明行只是个看起来虚弱的清冷古装男人 但凌更新演出来的感觉却是虚胖 只要镜头给到她 她身上那股中年男人的味道就藏不住了 说白了 赵丽颖和凌更新的状态 尤其是年龄感就是与凤行这部剧的硬伤 只是令人头疼的是 赵丽颖明明已经在油腓上栽了一根头了 怎么还能在与凤行里再度重蹈覆辙 与凤行首播上线后 很多网友拉平老年人离开古偶 但其实这是相对片面的一个说法 终生代演员也能在古偶剧里出现 但前提是远离中二 俗套 傻白甜的剧情 拿刘亦菲举例 同样是八十五花 同样不似年轻时那样貌美灵动 但是刘亦菲的梦华路很出众 原因就是角色设定和演员的条件相符 别说是赵丽颖 就是把八十五花从轻衣到流量赛道的所有女演员都拉来 也演不好与凤行李中二病严重的审离 而目前来看与凤行的特效制作 浮化道以及演员选角都很拉胯 唯一能让观众期待的剧情发展 目前平平淡淡 毫无惜精力 以这种水准开局 与凤行注定成不了爆款 最后 你对与凤行这部剧的首播效果有什么看法 是否还会关注这部剧后续的更新内容 在评论区参与讨论 聊聊你对八十五花们演艺事业规划的看法吧